超度流传的孩子后 终于告别轮椅 莫名水肿半年多的膝关节 恢复如常 2020年的一天早上 我起床时 突然发现腿关节有点异样 走路时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我心里很纳闷 又没摔跤 又没碰着腿关节 怎么会肿了呢 在女儿的催促下 我第一时间去了医院 咽了血又做了B超 检查结果是关节水肿 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 叫我回家外敷 过了一周就好了 我很开心 没想到过了几天 我的腿再次肿了起来 而且肿得更厉害 这次我换了一家医院 做了CT以及各种检查 医生又给我配了很多药 但用了药还是不见好转 情况越来越糟糕 到后来 腿肿得不能走路了 不得已 我只好坐上了轮椅 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难道我的后半生 就要在轮椅里度过了吗 我越想越害怕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怎么突然间会变成这样 想想自己今生没做什么坏事 好事尽力而为 我百思不得其解 姐姐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你不是在学佛念经吗 对呀 我学佛了 师父说过 医院看不好的病 都是业障病或灵性病 念经超度了药经者 病就能治好 我有幸得益心灵法门 已经开始学佛念经 但几年来 我并不精进 很懈怠 每天就做一点点功课 从来不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内心里觉得 自己身体很好 很顺利 所以没有紧迫感 危机感 直到这次业障爆发 给我敲响了警钟 幸好家里设有佛台 我上香 求观世音菩萨给我托个梦 告诉我腿肿 到底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清晨 我梦见一条小青蛇 当年打胎孩子的属相 化作一个人形 猛地抱住我的腿关节 我猛然醒了 知道了腿整的原因 是因为打胎的孩子 没有超度走啊 过去我无知无明 曾经把自己的孩子打掉了 造了杀业 多么残忍 我深深忏悔对孩子的伤害 我当即许愿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超度打胎的孩子 我一共念了89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了一万两千条鱼之后 梦到孩子投胎到了一户人家 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历时半年 惊心动魄的腿关节肿胀 导致我坐了半年的轮椅 通过念经 许愿 放生 孩子顺利操度走了 我的腿关节恢复了正常 我又恢复了往日的朝气 经文组合小房子太灵验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非常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如果不是菩萨的慈悲 如果不是经文组合小房子的力量 或许我现在还在轮椅上痛苦地生活着 千万不要打胎啊 每一个胚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们都没有权利终止它的生命 如果你曾经做过这样残忍的事 请好好忏悔 好好超度 如果您有幸得益心灵法门 请珍惜佛缘 马上拿起经书学佛念经吧 千万不要等 更不要懈怠 不要以为灾难离年轻人很远 生命是无常的 只有学佛念经 才能与菩萨接通气场 得菩萨庇佑 菩萨才会闻生就苦 有求必应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在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南摩释迦牟尼佛慈悲原谅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兄们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